美國總統川普和俄羅斯總統普京在波羅的海港口城市 克爾辛基舉行備受期待的峰會 就在星期一他們兩個人進行一對一會談之前 川普說美俄兩國關係在過去幾年並不太好 但他認為我們最終將會建立一種特殊關係 在記者被要求離開的時候 兩位領袖都忽視在場記者高夫有關俄羅斯干預2016年美國大選的提問 在會面前幾個小時川普在社交媒體上指美俄關係處於最差狀態 認為要歸咎於美國多年來的愚蠢政策以及現在的獵巫調查 川普指的是特別檢察官就俄羅斯干預2016年美國大選展開的調查 這項調查已經進行了超過一年 俄羅斯外交部在川普的推文下發表回覆說我們同意 媽媽 蒜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